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豆腐都使用自己的中文发音 本身无味 凭着百搭食材的魔力 水嫩萌萌小方块 蹦蹦跳跳游遍世界 豆腐的魔力是怎么产生的 水嫩身材如何造就 主席和李时珍说 豆腐是刘邦的孙子刘安发明的 淮南王刘安从小就喜欢搞实验 他促成了避雷针的发明 还让鸡蛋靠热力升空 一不小心 把豆浆变成了白嫩的固体 众人一尝大呼好吃 豆腐神奇诞生了 飞夷传承人五连起 继承自家传统豆腐手艺 已是第五代了 他的豆腐都是半夜磨出来的 半夜做豆腐 做到早晨卖豆式 豆腐的水分和水嫩才好 热气腾腾 荒豆的琴脉永不断 水分好 粘性腔 最后豆腐做好了 像秋式一样滚 不散 这炸都没有 豆腐水嫩弹性 要靠好的黄豆 在五谷中 豆的名字叫酥 孔子说 要让父母经常吃到酥 心情愉快 就是孝道 种豆不仅肥甜 也是古人获得植物蛋白的重要途径 当豆子变身豆腐后 这种介于肉和蔬菜之间细嫩可口的食品 马上就成了百姓餐桌的香菠菠 黄色就是豆子筋脉 白色是末 要快 白色末捞出去了 主持人汤了 筋脉就快 豆子内性就不好了 跟我起研学的 做六十年豆腐了 真心喜欢 才能做梦出这个巧劲 老话讲 筋证 做的东西太好 没划了 别让钻管 就稳住了 五连起和徒弟的关系 就是卢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这句出自清代红楼梦的经典俗语 不仅说出了一种处世者理 也说出了豆腐 两千多年来的制作传统 炉水点豆腐 解决的是均匀 到炉水的速度 可以咬烧的速度 是要一致 左右手的力度 要掌握好 你擦了一道工具 扛不住 或者豆腐不少味 这不管你家吃还是外卖 都得一致 几代人传承的味道 包含在每一部的细致中 豆腐嫩而不散 怎么滚都不会碎 在五连起老人眼中 这便是他心里的豆腐稀施 在中国古代最为富裕的宋朝 豆腐以小崽阳的名称席卷全国 我们熟悉油炸的豆腐炮 第一次出现 在提倡节俭的明朝 诞生了臭豆腐 而活在清朝的人们 让寒食家庭的豆腐 成为了年桌上的主角 历史的变迁 让豆腐承在美好口味的同时 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